7月5号希腊将举行欧盟纾困案公投 决定是否接受欧盟纾困案 29号上万名反纾困案的民众上街 表示将支持总理 在公投当天投下反对票 宁可退出欧元区 也不愿迎纾困案而再留子孙 欧盟主席则呼吁希腊民众投下赞成票 让希腊继续留在欧元区 纾困案的支持者也将在30号上街表达诉求 29号亚投行在北京进行章程签署仪式 但包含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泰国等7个创始会员国 却还没签字 其中菲律宾对亚投行的结构仍有疑虑 表示需要多加考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在亚投行内出资最多 拥有约26%的投票权 若将来中国在会议中投下反对票 恐怕会因为投票权比例过高 形成一票否决的现象 叶门首都在29号晚间发生汽车炸弹攻击 造成28人身亡 伊斯兰国声称这起炸弹攻击是他们策划的 但并未说明目的 叶门政府军与什叶派叛军的内战 已经持续数个月 最近频繁的恐怖攻击 也让叶门国内的局势更加动荡